涉及教职员家长和学生的学府感染群令人闻之色变 卫生部今天公布的一组数据 也让人对12岁以下的孩童遭受病毒攻击的现况感到无奈和难过 数据显示 我国在一个星期之内 涉及学府的感染群激增了83.3% 1月1号至今短短4个多月 确诊的儿童人数比起2020全年还要高出了3.5倍 卫生部部长阿汉巴巴中午在布城汇报疫情时透露 卫生部已经建议教育部向各州教育局发出通令 禁止个人有症状或者是家庭成员出现症状 又或者已经被要求进行病毒筛检的学生 回到校园上课 截至目前 学府感染群占了总体的32.4% 职场感染群32.8% 社区感染群29.4% 宗教活动4.4% 以及扣留营感染群1.4% 截至4月24号 全国共累计了1584个活跃感染群 教育部部长拿杜拉兹吉丁 今天下午在一场媒体汇报会上宣布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学校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此 面对面教学持续进行 换言之 眼下政府没有关闭全国学府的必要 教育部将会依几据 将会根据县教育局的评估来决定关闭学府的措施 他也促请父母们放心 教育部不会惩罚不到学校上课的学生 但是父母也要遵循标准作业程序 一旦小孩有发病的症状 或者家属成员居家隔离 都不应该把小孩送到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